新查詢 资料 新查詢 重檔案 然後 從資料夾 浏覽 本機的 這個位置 這叫New People New People 確定 確定 所以我真的要告訴各位 這些資料整理 真的都很重要 好了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直接換講這一段話 就是剛剛是不是先載入 合併之後載入 它是不是載入到Esser 因為你還是要編輯 根據就直接編 這叫合併 全部都合併在一起了 就直接進Power Query 编辑器 编辑 它叫合併並編輯 然後它等一下這邊會建立一個叫 New People 就是那個資料 只要叫手名稱 就叫手名稱 然後這邊就直接點確定 好 好 那一樣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處理的方式 其實跟剛剛就非常類似了 使用第一個資料 列 當作是記錄 然後接下來 這個 我不喜歡叫區域別 這個叫黨名 重新命名 做法是不是跟剛剛都很像 這叫 黨名 這個叫行戰區 我們現在來做民國年 這樣大家資料才會一致 所以你看 我覺得未必一定要用函數的方式來解這個問題 我們也可以用別招 首先我就複製 複製這個資料行 複製完這個資料行之後 就是滑鼠右鍵針對這個人名 滑鼠右鍵 然後複製資料行 就產生了一模一樣的內容 接下來請用取代值 把那個點csv 全部都變成沒有 確定 剛剛應該還要多一個叫做y 然後接下來麻煩取代 取代 2015就是 就是什麼 104 對不對 104 確定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2015年的取代 再繼續 取代 2016 105 然後繼續做取代 2017 106 這是當可能只有四個五個的時候 但是我要告訴你 其實 其實 我有試過 反正在交函數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慢 用這樣的方式 大家聽 就聽懂了 繼續 還有三年 取代值 2018 取代變成107 取代值 2019 取代為108 確定 最後一個取代值 2020 109 確定 然後記得 把它改成民國 所以重新命名 這是民國年 請問民國年應該是文字還是數字 文字 來 記得把它搬到應該在這邊 對吧 然後就可以常用 關閉 這個是 2015到2020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請問一下 你稍微注意 這個檔案裡面 這個檔案裡面 有看到嗎 這個 性別 人口數 年齡 你看年齡 跟這個年齡 就差在 差在什麼 這個稅 對不對 這個稅 所以我必須要把 這個檔案的稅 整個都拿掉 這個檔案的稅 都拿掉 好 就先不做那個 最簡單的合併 我們至少 你也會把2014的這些資料 复制貼到別的地方去 貼到這個檔案的下面 對不對 好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請把這裡面的稅給拿掉 建議 你如果要修改這個內容 當然就是直接到這裡面來去的 所以 所以 剛剛這個地方 同學講的還真的必須要拿掉 否則的話 你在合併的時候 是會產生很奇怪的事 所以請把稅 取代掉 那 它是文字還是數字 我們就把它改成整數好了 好了 就可以關閉 因為 是為了配合這邊 這個檔案 所有的檔案 你都要一致 你都要一致 它之所以會靠右對齊 就是因為它是數字 然後 接下來 這個 new people 快速點兩下 接下來 取代 請把稅拿掉 所有的文字改成整數 然後 接下來就是合併囉 不過 現在暫時我先教一個 不太合適的方法 但是它是最簡單的方法 好 畫面就用一下 我們先把這張工作表複製 複製到最後面 建立部分 可以嗎 然後 確定 是不是多人一個 對 我知道在快速鍵 你們可能有人 就是Ctrl鍵按住 然後直接拖曳 這個我們就 這個名叫做人口數 人口數 人口數 各人人口數 然後接下來請選2014年 從這一格開始 一直到最後面 公式這樣子就還蠻多的 12個行政區 這樣也選了蠻 選到2000多耶 好 因為男生有101 比 已經有行政區就有101 好 複製 常用底下的複製 然後貼到人口數的最下面 貼上 對不對 2013就接2014 然後拉到最下面 再接下來就是這裡 選到最後面 負記 到人口數 鐵掌 可以嗎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數字 這邊是文字 至少你這樣子你完成了這個人口數 好